創作的台詞吳清峰首張全新專輯 太空人的北京記者會 請各位地球人再次相信你們最熱烈的掌聲 歡迎我們的創作台詞吳清峰 我昨天因為他們一直不讓我來看 然後他們就一直透過影片讓我看到這個台詞 就是好像來到天文館的感覺 其實一直以來我有很多很喜歡 然後也很想要合作的對象 然後這一次就 我覺得有一種一一元夢的感覺吧 然後一個一個一個 然後沒想到他們都答應我 太空人這張專輯其實是 他的出發點就是太空人這首歌 那太空人這首歌其實就是這張專輯的核心 跟起源地吧可以這麼說 其實太空人這整張專輯都在講 一些關於我們現在的周遭的世界 自己跟自己還有自己跟其他人 溝通上面的一些謬誤 還有語言上面的錯聽也好 誤解也好 其實這都是每天圍繞在我們的生活 會發生的事情 那其實這張專輯有很多是對照的東西 需要大家去對著看 十二首歌其實是會互相彌補其他歌的 就是這一首歌雖然在唱這首歌 但他其實也在唱其他的十一首歌 十二首歌要連在一起聽才會是一個比較完整的概念 我在做這張專輯的時候 其實這首歌我一三年就寫好了 但我一直寫完的時候我自己很喜歡很喜歡 喜歡到我就把它收起來 我不願意跟任何人的分享 到決定要出一張自己的專輯的時候 我第一首想到的就是這首歌 所以我以這首歌為核心 去往前抓了一些適合這個概念的舊的創作 所以有一半的歌是在太空人以前寫的 有一半的歌呢是決定了這個專輯的出發點之後 繼續往前延伸的 其實這張專輯 嘗試了很多不一樣視覺上面的合作的藝術家 包括MV的導演 然後包括攝影師 在這個過程中 我其實真的都是沒有預料到最後會這麼的豐富 譬如說第一首單曲巴別塔慶典的時候 我心裡想的是 我想跟某一個我喜歡的MV導演合作 造型也是由韓國的造型師幫我設計 那我自己專輯的攝影師 我是找了鐘琳 是我一直以來很非常非常欣賞的攝影師 我覺得這些照片的重點 其實不是為了要去搶大家的目光 或者是只是為了好看 或只是為了人漂亮要聳動 而是要真正的表達這些音樂 那我很感謝這些視覺的藝術家們 都用他們的方式 但是都聽進了這些音樂裡面很內心的東西 我可以就是參與這一個 專輯我平常成的表現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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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年多前蘇達綠就開始修團 其實我以往是一個 我天天都在寫東西的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寫東西 那但那一年我逼我自己 不論有任何的靈感 有任何的文字或旋律 飄進我的心中的時候 我都沒有把它寫下來 我有一種刻意想要 逼自己停下來的那種感覺 那這樣過了一年之後 我才慢慢被我的團員佳凱 去美國重新唸音樂這件事情 然後讓我很震撼 我從美國去看他回來台灣之後 我就才開始又拿起了我的筆 然後繼續的寫作 其實音樂一直以來都是我 治療我自己很多東西的方法 我常常在過了一整天的行程之後 回到家裡 就是用音樂在療癒我自己 所以其實是先有這些歌之後 我才決定 既然有這麼多歌的話 那何不跟大家分享呢 我完全真的在做這張音樂的時候 是真的把自己當心人在看待的 因為其實像編曲我是去年才開始 陸陸續續 雖然以前有以往經驗的累積 但實際上在譬如說在電腦軟體的操作 或者是很多編曲的架構的嘗試 或者是很多音色的嘗試 都是我去年才開始重新的學習 所以我去美國看到了佳凱在學習 其實我也回來之後一邊也在學習 覺得自己有跟戰友一起進步 一起學習的感覺 我第一次害怕歌不被喜歡 因為我一向是 你喜歡就喜歡就算了 但我那天有一種 如果有任何人說不喜歡我 會很不甘心的感覺 是因為我覺得很像自己的小孩 要去上課 然後很怕他對別的同學說他醜 這樣子的那種感覺 所以 但我現在身材已經調得歪了 如果有人就是說我小孩醜 我一定會說你才醜 你全家都醜 你全家都醜 目前還沒什麼太大的目標 我這個人一向都是 我現在決定做這件事情 我一定會把它做好 但我不會想到太久 太遠以後的事情 所以對我來說 現在可以出一張專輯 我已經是覺得 我已經完成我很大的目標了 寫這些歌 還有製作這些歌的過程中 其實是我度過很多很多 自己內心很辛苦的時刻 好痛苦好痛苦的黑暗時光的時候 結果我發現 因為這些音樂 身邊世界的人 我認識的所有的人 老朋友 新朋友 都對我用無比寬容的方式 然後伸出援手 要來救我的那種感覺 然後所以我覺得 可以完成這張專輯 已經是我沒有想過的一個 非常巨大的目標了 對啊 所以我是一個 我決定今天做這件事情 我今天會把它做好一點 所以我現在想的還是我今天 要想辦法讓大家聽到這樣的專輯 我不想對不起這些幫助我的人